顾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顾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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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兽菩萨在印度 他还没有学佛之前 他学外道 他学这个隐身法 把身体隐藏起来 身体隐藏起来 他同学的人有四个人 学这个隐身法 学会隐身隐藏起来 人看不到可以自由进出 他怎么搞呢 跑到皇宫里面 跟那些公俄财女乱来 搞出问题来 国王一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就想办法要怎么办 那么有一个真人捐资教他 用一个方法 就是用刀乱砍 知道他进来 用刀乱砍 他就吃不消 果然呢 他就叫这个武士 知道隐身的人已经进来了 就把门关起来 就用刀乱砍 那么只是国王身边 把这些范围内 不会遭到刀砍 这龙兽菩萨他很聪明 他跑到这个国王坐的椅子下面 跑到这个国王坐的椅子下面 那么这样子就不会受伤了 其他三个人都被砍死了 都被砍掉 所以这个神龙没有用 隐身 隐身结果被刀一砍 完了 所以他四个人都学会这一套 结果他三个都被杀了 只有龙兽 等到他解解除之后啊 他偷偷隐身又跑出去了 从此之后 他就才发生学佛 他就是 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因缘 他还未必肯学佛呢 所以 这个 如果我还没有破 有我之 刀兵是不得自在 这个 摩索富的人呢 还说了下面 许多鬼法 自言是佛 身着百衣受彼去离 他自己说我就是佛了 我就是佛佛 他就是运是这样说 还要身穿这个在家衣服 百衣就是在家衣服 穿着在家衣服啊 因为印度天气很热 在家人都是穿的百的衣服 所以叫做百衣 百衣就是在家衣服 穿着在家衣服啊 受彼丘礼拜 彼丘是出家人啊 怎么可以拜在家人呢 他就穿着拜百衣啊 他说他是佛 受这个出家的彼丘礼拜 他诽谤禅离 他诽谤禅禅 他的禅禅呢 是乱禅 叫做狂禅 这个原原法的讲义里面 他就解释这个禅 诽谤禅呢 叫做狂禅 狂禅 禅禅的禅 不过在佛法的词汇里面 没有狂禅的词汇 有狂慧 没有狂禅 这个狂禅意思就是说 你在禅禅吗 就是你是乱禅啦 狂禅就是乱禅 也有人禅禅发狂的啦 所以 骂禅禅的是狂禅 骂慈禅的是小圣 所以说 诽谤禅禅 骂禅徒宗 跟前面一样 表示他无私 就是徒宗有错 他照样骂 揭露人是露 是显露 揭发 把这个别人的隐私的事情呢 都把它搬出来 不必及前 某人有什么私事 不让人知道 他都把它搬出来 口中常说神通自在 他的嘴巴很喜欢讲神通的事情 因为你想神通吗 他就专讲神通事 来引诱你 在神通的怎么自在的情况 或不令人旁见佛徒 或者是在身边 突然之间 你有看净土吗 佛的国土就在这边 我指示给你看 他马上就献出这个净土啊 在你的身边让你看到 这实际上是鬼力 鬼的神通力 魔鬼神通力 并不是真正佛徒 真正佛徒 真正佛徒不是这个样子 真正佛徒可以随时要见 就见十方世界相同 不是在身边 不是在身边这么一点点 鬼力或人啊 会有真实 鬼的力量 鬼怪的所有神通伟律 在那里迷惑人 并没有真实的事情 所以他现的佛徒是假的 最坏的 赞叹行音 不回出行 他就叫人去做这个坏事 赞叹这个坏事 不毁谤这个粗的行为 这粗是卫行啊 就是这个男女间的这个卫士 他是乱三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要分别是正是邪 是佛是魔 只凭这句话就可以知道 佛法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凡是有掺杂这些 世间的这个男女间的事情的 那一定不是正法 那都是魔鬼 都是写法 都是破坏的 这样就猥亵 以为传法 他把这个世间很猥亵的这个男女事情 以为这样叫做传法 那是非常的肮脏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你贪求神力 贪求神通 因来魔君啊 用这个神通的方式来破坏你 一旦你心被迷了 那很糟糕 那结果就动落了 整个修行的正知正现就遭到毁灭 谁会搞这些事情啊 此明天地 大力 山晶 海晶 风晶 河晶 涂晶 涂晶 一切草木 这个鬼怪的种类太多了 这些鬼怪种类啊 这是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世间上 是很 平常是如果没有去研究啊 是不会知道 他这个所谓天地大力山晶人哈 天是天地间 天地间的这个很多威力很大的这个精怪 这些山晶鬼怪啊 他会想办法来破坏这个修道的人 这都是属于学法 山晶就是山上的妖精 师妹望良之类 海晶就是水 海里 海里的这个妖精鬼怪啊 还有 风晶 风吹的地方 风也会出这个妖精鬼怪啊 河晶 河流之间 妖精鬼怪啊 土晶 大地的这个土 也会有妖精 一切草木 啊 世间的这个草木啊 例如说 千年神木 啊 如果是正神啊 他不会害人 如果是邪神所赴啊 这些草木 这些精魅也会害人 这些说明他的时间长 啊 这些东西啊 都会变成鬼怪 啊 会来伤害人 啊 霍乎龙妹 龙 我们平常见不到啊 呃 他是有神通的 这个 出生道中生 啊 呃 他守天公 守福藏 啊 守地下的宝藏 啊 这类龙 啊 啊 呃 年久了也会成为鬼妹 啊 啊 或守中仙在佛为妹 这是个比较特殊的 现在恐怕不容易有这种人物啊 啊 从前古代啊 在大陆上 生餐里很可能就还有 寿宗仙 为什么叫做寿宗仙呢 他们修仙的 前面十仙讲过了 他们修仙的 呃 他认为是长生不老 不会死 不可能 只是厚死 慢死 拖的时间长一点 所以这个仙 经过相当时间 他的寿命也重要 他一他的寿命重要了 他应当夜暴嘛 那就要死 啊 可是他呃 呃 这个仙人的精神死掉了 离开了 可是他的身体啊 酒链不会化 酒链的身体不会化 不会化被其他的鬼怪所附 所以叫做呃 在佛为妹 呃 呃 这个被鬼怪附在死掉的仙人的身上 呃 变成又是呃 活动的东西 呃 就成为痴妹 呃 那么来伤害世间人 或先其中 既年 既年 既年应时 其行不化 他怪所附 这是呃 呃 他的修仙的期限已经满了 呃 但是他的身体不会化掉 身体没有灭掉 精神是离开了 可是他这个身体被其他的物怪怪物所附在他的身上 呃 死了之后啊 才被怪物再富起来 又活了 而这个先其中而呃 呃 应当死 死了 呃 可是他行没有化 而被他怪所附 这是呃 等于是交换 没有完全死掉 等于交换 就是原来先人死掉了 离开了 呃 鬼怪附进去了 鬼怪跑进去了 就成为鬼怪的身体了 所以叫做他怪所附 就跟前面说中间不同的地方 前面是死了之后再活 这是没有死 呃 但是先的生命已经离开了 鬼怪附进去了 呃 同时交换一样 就是好像啊 这时间上有些这个呃 呃 转身啊 附在别人身上 呃 把这个别人的灵魂赶走了 他 他跑进去 跟那个情况一样 呃 他们都是年老成魔 年纪大了 时间长了 就成为魔鬼 就成为这个 呃 要魔的这个呃 魔君 挠乱世人 他专门来啊 啊 挠乱这个修行人 呃 这些东西很可怕 燕珠天山 去别人去 如果 他的目的达到 啊 破坏人修行的目标 已经成就了 啊 他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 啊 呃 因为医院说 他离开 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神力了 弟子 遗失啊 都陷亡难 啊 无论是修法 求神通的人 是弟子 摩索父的人 是 啊 都多数会 啊 犯了亡难 啊 遭到这个国法的制裁 因为这里 以下三个都叫做多 多的原因啊 如果他没有违反国法 就不会遭到国法制裁 如果有违反国法 才会 啊 遭到国法制裁 但是 违反国法的事情 比较多 不会违反的事情 比较少 所以叫做多陷亡难啊 啊 跟前面的巨不一样 前面七种的巨啊 差不多是 统统都是 会遭到亡难 啊 没有 不遭亡难的情况 而这八九十三种啊 如果不犯国法 不至于 啊 遭到亡难 假定说 他不是 宣阴啊 造这个罪业啊 啊 这个破坏世界的民俗啊 啊 不至于 违反国法 啊 那就不遭亡难 所以叫做多 多是多数啊 比如说十分之七十分之八啊 啊 鲁大先觉 不漏轮回 迷惑不知 多无间欲 这跟前面一样啊 啊 实际上 一般修学佛法的人 往往喜欢探求神通 在佛法的正法上 不贵神通 而且对神通啊 呃 并不以为然 不是随便献神通 释迦牟一佛在世的时候 破外道 不得已 才献神通 平常时啊 如果没有多大的 呃 作用啊 不是破外道 他不会献神通 所以是 宾头罗尊者呀 因为他啊 发慈悲心接受 呃 一位长者的布施 啊 而这个布施的情况 是需要神通 所以 呃 没有人愿意接受啊 他不得已接受 结果 被遭到 呃 不准入灭的 这个 呃 这个苦难 啊 原因就是 有一次啊 呃 有一位长者 他用金去做的波 金波 把这个金波啊 放在他的门口的一个 一个大树 大树上的这个树三蛙 所有开三蛙 他把这个金波 放在这个树的空 这个山蛙的中间 不会掉下来 放在那边 大概距离地面总是有一两丈高 啊 啊 那么早上 佛跟五白阿罗汉啊 去脱波 从他门口经过 他就宣布 啊 如果有人 啊 就用手伸上去拿的那个波 能拿得到 我那个波就供养他 啊 佛走在最前面 佛不管这个事情 后边五白阿罗汉 啊 宾托鲁走在最后面 四百九十九位都过去了 都没有人啊 谁都不动 不愿于现实中啊 他们阿罗汉有神动 休一生就拿到了 可是他不要 谁也不要 可是宾托鲁尊哲 他是最后一位 他第五白 他最后一位啊 他想 这个长者这么发心 他虽然是有一点 开玩笑的样子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接受 他的供养啊 对他好像是不大 不大好 所以冰头颅就发心了 啊 就走到那边 手伸上去 把这个金箔拿下来 哦 那长者很欢喜啦 啊 其他四百九十九人都不接受他的供养 只有这个冰头颅接受 啊 冰头颅接受了 那回去 佛就集中了 啊 把五白我罗汉统统集中来 当时就宣布 喝着这个啊 冰头颅 你喜欢接受人家供养啊 啊 为了供养的这个一个波 你就现了神通啊 实在是无畏的事情 啊 既然如此 你喜欢接受人家供养 从此之后不准你入灭 佛下令 不准冰头颅入灭 啊 就是说你永久在世间接受人家供养 只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还在 冰头颅就还在 冰头颅没有入灭 没有入泥盘 所以有人打灾啊 打天生灾 他就会出现 啊 所以在大陆我从前 呃 我从前看过一本这个 呃 佛说里面记载啊 说有一个地方 有人打天生灾 啊 天生灾另外也是有圣神座 圣神座啊 意思就是 让冰头颅入尊者做的 啊 这一天这个圣神座做了一个 呃 这个疯疯癫癫的出家人 啊 坐在那边 啊 那么这个 一天生 这个行堂的人很多啊 啊 成饭成菜 啊 啊 呃 呃再 碗伸出来 檢查状况 他就用力一敲 把他 碗敲破了 叫成五片 那五片的 这个破碗呢 有五个是 打破生死关 这个碗打破了 啊 那 那 那个 烂比丘也跑掉了 没有人啊 那谁啊 冰头颅 冰头颅 他必定要接受人家供养 哦 接受人家供养 他就变成一些奇奇怪怪事情 然后 让你看到 呃 他就硬是 呃 吃饭吃不完 呃 呃 浓了你生气啊 用力一敲 就是 天饭的时候大力一敲 他就完没有拿好 就敲到自己地面上 打破了 呃 真打破 你发现这个碗打破 人也没了 呃 而这个破碗里有五个字 五片 五个字 打破生死关 呃 呃 呃 这就说明啊 呃 冰头颅尊者 他真正还在人家 接受人家供养 就是有人打猜 他都会来 哦 他虽然没有显现啊 他必定都会到 因为他接受佛的使命 他不能不受人家供养 哦 所以这个 摊求神通 世间上神通的事情很多啊 这个不能摊求 摊求是不对的啊 呃 今天讲到第八 剩下第九 第十 跟捷文啊 不多了 下次还可以讲 再讲一个礼拜 就把这个第九卷讲完啊 就是今天农历十七 呃 到二十四 农历到二十四 还讲一次 把这一卷讲完 因为剩下两个嘛 正好就分两些块就差不多了哦 下次就把第九卷讲完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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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组 行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读诵者 五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 更须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着而时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醒安大师 劝发菩提新闻 课受讲者 新普法师 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上课日期 7月8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12日8月26日9月2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30日共10堂客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三段99下石农2号一楼 报名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课读孔雀除猪难 平息灾祸得安稳 诛病消除离恨死 日夜吉祥增福寿 6月20日 佛教慈悲至业与总管理处举办孔雀明王亲法会 恭请慧宣法师 慧态法师 广库法师 及法务指导三众 共同领众 法会开始大众恭请慧宣法师煮法 慧宣法师虽为西方仰貌 但佛法底蕴厚实 中文更是流利 在慧宣法师的引领下 大众齐诵经典 贩贝之声语音绕梁不绝于耳 法会中 慧宣法师同时进行慈悲开示 深入浅出 论述孔雀明王经的缘由 全是佛陀伟大的教法 你有听到这幅经 有得到功德 你有看到它的字 你有功德 你慢慢来念 有功德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佛陀讲的法宝 不是慧宣法师 不是法师讲的 这个是佛陀的经典 所以功德很奥妙 功德很实胜 然后我们要做大的老名相 法主顺劳的种子 孔雀明王 乃佛母大孔雀明王之简称 为大日如来 譬如遮那佛所示现 貌向慈悲 庄严 极静 敏定 若能多持诵此 孔雀明王经 可转乖利 成祥和 转斗争成礼让 转病痛成健康 转苏婆成净土 法会最后 慧宣法师 手持孔雀羽毛 为信众加持 大众 并逐一供养 与慧法师 祈愿此次法会 大众 皆能借由 恭送孔雀明王经 消灭一切诸苦 涉受富裕一切友情 获益平安喜乐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